各位弟兄姊妹 你们好 好 很开心和大家一起 我们今天分享的讯息是学主的样式 不过在这个之前 我会稍为介绍我一个在网上用Zoom的 深度的言经和应用的讨论课程 其实我又不是说是课程 因为它是一直持续的一路查经的 这个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时候 很多人有时比如出入不是那么多方便 这个在网上是会方便很多人 还有可以参与的 可以在参与讨论的 我也有颇多时间的 星期一至五早上 然后二三四就是晚上的 如果你想参加 现在你可以那个电话 你就传WhatsApp给我 我会加进去 你可以帮助大家深度的 去明白神的话语 还有如何应用 我会在这个过程中问问题 大家可以参与的 但有些人说我不能够回应 也不要紧要的 不是一定要个个回应的 其实都是少数人回应 我希望有多些人回应 而且你不是一定每天参加的 你参加哪一天 你就参加哪一天 OK 好 我们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的信息 就是学主的样式 有主的样式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圣经说了 耶稣吩咐我们学他的样式 那我们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类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厄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厄是容易的 我的淡子是轻散的 我现在示范这个茶经 我问大家这里面有讲了几次安息 大家看看里面有几次安息 有两次 我想大家看看这两次的安息有什么分别 这个就是我们圣经的时候 就是留意那些字眼 就是我帮助那些人去留意那些字眼 第一个安息和第二个安息 有没有人看到 你看到可以大声说出来 分别在哪里呢 大家看不见吗 如果你看到你不用怕的 你不用怕可以放胆说出来的 第一个安息 我先说了 然后大家说出个分别 现在我说一个最基本的 由经文看得出 很重要的就是 很多时候人判断一些教导 他们有时未必用经文 我们用经文去找 第一次的安息就是说到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类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这个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 来到耶稣里得安息 第二个安息 就是你们当负我厄 学我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由这个经文是说出有分别的 有没有人愿意大声说出来 分别在哪里 第一个是什么的安息 第二个是什么的安息 安息这个字是原文意思就是 Rest 休息 叫你能够在里面休息 在神里面休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神那里 第一种就是求助的安息 当你寻求神 我想得帮助 我心里有重担有烦恼 求耶稣给我有安息 耶稣就说 你来到我这儿 你就可以得安息 然后跟着耶稣就介绍 他自己的圣情 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这件事是我们 每一个人能够这样说的 因为我们心里总是有烦恼 总是有不平安 有猛烦的地方 但耶稣他的心里是柔和谦卑的 这是耶稣的本性 然后跟着耶稣就说 你们当负我的鸭 学我的样式 他说到两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负耶稣的鸭 就是说 鸭就是那些牛耕田的时候 放在他的肩头 颈的地方 用来拉那个泥 负耶稣的鸭 首先我们要明白 这个是耶稣的鸭 不是我们的鸭 是负耶稣的鸭 就是耶稣的工作 我们负耶稣的工作 跟耶稣一起负这个鸭 负这个鸭的时候 是耶稣一起负的 是耶稣的工作 耶稣的侍奉 非常重要 这里所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跟耶稣一起侍奉 所以我们侍奉的时候 不要想着是我的侍奉 是耶稣的侍奉 耶稣的工作 所以耶稣会很关心的 耶稣一定会帮助的 那我们跟祂一起负这个鸭 祂有一定陪会 我们一定加力给我们 圣经多处应许的 神是必然与我们同在 我尝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并且祂又说 我所做的事 你们都要做并且 要做彼此更大的事 就是说 神应许赐给我们的能力 和陪伴 然后就学我的样式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两件事很重要 负耶稣的鸭 和学耶稣的样式 那学耶稣是什么呢 学耶稣 是不是学耶稣掌羞呢 是不是学耶稣的样式 这个意思呢 或者学耶稣穿中东的衣服呢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 不是说外面的 是说里面的 就是有耶稣的生命 我们今天就会说到 耶稣的生命是怎样了 学耶稣的生命呢 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大家有没有留意 这句讲到安息 和第一句有没有分别 第一句就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但这句不同 你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有两个词是不同的 有没有人说得出 这两个词 是之前没有讲的 是什么呢 是有一个必字 OK 有一个享字 还有一个字 必定会享受 还有另一字是什么呢 心里 是之前我没有讲的 就是说这个更加深层的安息 这个就是我们识经 很多时人看圣经 也看了很多次 看来看来 你只是记得安息 不记得了内容 但是我们留心看的时候 发觉它里面讲到 当我们父耶稣的厄 就是和耶稣一起侍奉 和耶稣一起侍奉 不是做 不是好像当是自己的工作 有时候有些人 会当自己的工作 还有他们不学耶稣的样式 为什么不学耶稣的样式呢 他们霸道 他们不用神的方法 不用神的话语 不用神的同在 就是不在神的同在之中侍奉 只是用人的方法 或者被人压逼 其实耶稣讲到 祂是很希望人轻省侍奉 所以后面有句话 我的骗是容易 我的担只是轻省的 当我们赴耶稣的厄 而学祂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会轻省的 会喜乐的 因为耶稣的厄是容易 祂淡只是轻省的 其实耶稣在祂说 吩咐我们跟从祂 遵从祂的时候 祂都是告诉我们 是不难的 为什么不难呢 譬如他说 你将一杯凉水饭 因为你熟基督 而将一杯水给你喝的 这人不能不能赏赐 就是因为你是熟基督 而将一杯水给你喝的 就不能不能赏赐 一杯水用不容易 给一杯水人喝 用不容易 是很容易的事 耶稣也说 都不能不能赏赐 也就是说 最小的侍奉 神都欢喜 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原来我做任何事 我真心做 我为了荣耀神 不是为了个人利益 不是为了夸耀自己 我真心荣耀神 我又想真心祝福人的时候 神就欢喜 神就赏赐 其实这样是不是侍奉很开心 我做什么 总之我真心帮人 神就欢喜了 所以这样的时候 他的骗就容易 淡止就轻散 但是很多人就不是的 我要多大的扩展 教会怎么扩展 想扩展是没有问题 是好的 不过这个可以成为一种压力 有时压力 你们要带多少个人 这个又不是错的 不过你们要带 你们没有带 你们做得不够好 这种是压力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 反而这样的时候 反而增长不大 但是我们告诉人 神充满慈爱的 我们亲近祂就得到安息 我们跟从祂就心里得享安息 我们为耶稣做任何事 神都欢喜 神真是凡事祝福 而我们里面流露出 喜乐平安 这个就是学耶稣的样式 就不是学人的样式 我可能听 可能大家也听过 有些人 是从教会得到伤害 为什么呢 因为人被他压力 很多批判 而在神里面 我们知道人有罪 我们都劝戒他 但是我们不是好像压伤他 我们让他知道他有罪 劝道他去悔改 而不是去寞他 去令到他辛苦 这个就是耶稣的方式 待会我们都会看一些经文 看到耶稣帮助人的时候 他不是令到人难受的 他是令到人觉得被爱的 被看重的 这个就是学耶稣的样式 这样呢 你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了 那你就日日侍奉都开心心了 当你问很多侍奉的人 你是不是日侍奉都开心心了 有些人就说 都有的 不过有时又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有时有点压力 有时又觉得 又做错了 这样的时候 其实变了有一种压力 就不是轻散了 神想我们学祂的样式 就是说 我做任何事 神都欢喜 我有错 我就悔改 天上为我欢喜了 我有遵从神 任何地方荣耀神 神都欢喜 我们又活得开心 侍奉得开心 这样就是耶稣想我们做的 就是学祂的样式 学祂整个生命 这里就说到 耶稣的圣情很好 我们先看到这里 祂心里柔和 谦卑 耶稣很温柔 很温和 很谦卑 来到服侍我们 所以我们就学耶稣 这种柔和 谦卑的样式 好了 我们讲一下 如何学耶稣的样式 首先留意和欣赏 耶稣的圣情和行为 在圣经留心看耶稣所做的事 他说的说话 他对人的态度 一会我们也会看一些经文 我们看的时候 看耶稣是怎样对人 耶稣的态度怎样 圣情是怎样 我们问一下自己 我又没有是这样 因为我有时候很猛烈 譬如是 很简单 最猛烈的人 可能是你的丈夫和妻子 即是你和丈夫和妻子相处的时候 又说你又不听话了 你又不记得做什么了 你又做坏了 你又弄得骚髒了 这样的时候 这个不是活出耶稣的样式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看看自己 有没有活出耶稣的样式 然后拆解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这么容易 对家人很猛烈呢 因为很想他们完美 这个本身是可以是好的 不过 人是未到完美的 我希望他去到这里 在他这里 你说你乖一点 以后很多祈祷 你要听完神的话 不要再犯罪了 这些全部都对 不过 你想他一下子去到 很难去到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种期望 你没有理由会这样的 你说话怎么会这么失礼人 为什么你做事会这么差 我们的心就猛烈了 很多时候的根源是什么 我希望他一步登天 他一做错我立即就猛烈了 而且见到不好的东西 见到不开心的东西 自然里面就不开心了 这个就是很多人相信的谎话 于是就有个根源 就是一种完美主义 我们其实想追求完美的 不过完美主义的意思 就是说人未到完美 我们就猛烈了 这个不是神想我们的 未到完美的时候 我们柔和谦卑 引导他 怎么引导呢 我简单好少少说少少 这个辅导的方式 也都给他知道 譬如有人说他很烦恼 我们就不是说 很多人就会怎么说 你不要烦恼 你祈祷就不烦恼 你信耶稣 你读多些圣经 你就不烦恼了 他说 我都想的 不过我做不到 我们怎么引导他呢 你觉得你现在这样 你觉得辛苦不辛苦 有没有不开心 有没有烦恼 有没有重担 他说有 那你想不想处理 想不想好些 开心些 想不想 用询问的方法 你想不想 他说我想 那你有没有试过什么方法 走完一通 他说我试过 有时候可以的 有时候赞美神又 不过一会儿 人家做得不好 我又激气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 人家激 人家不好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呢 就询问 然后你就问他 那你想不想改善呢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呢 就是全部用询问的方法 会引导他一步一步 了解他的问题 你想不想改善 你试过什么方法 这些方法行不行通 你想不想我给你一些提议 为什么用询问的方法是好的呢 我说一个例子 有两夫妻找你 譬如假设 他们吵架 很多人就很直接 你要遥恕对方 你要拥抱对方 你要对他好 你今晚回去一起祈祷 赞美神 日日开心心 不要再骂你的丈夫太太了 你说完他回去会不会做到呢 做不到 因为你只是告诉他叫他做 他去不到那位置 我们需要引导他 让他由一步一步 为什么你会对丈夫这么猛呢 你看到什么这么猛呢 你的心期望什么呢 那心能不能调教呢 调教成什么样呢 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接纳他 没够好 不过他一旦做得好 我们可不可以欣赏他呢 这个就是询问的方式 那时候他觉得我们跟他同步 还有让他去思考 就不是只是你要遥书 他口说遥书 他心未必遥书 因为人不能够即时改变 所以这个引导的方式 是能够帮到人的 这个也是一个柔和谦卑的方式 就不是好像强迫人去改变 但我们真的想去改变 但是越强迫他越不改 我们引导他 同时给他看到 你做得好 我欣赏你 他越有动力改变 这个方式 我在网上你找辅导业牧师 你会看到我有不同的示范 和教导这方面 好了 拆解自己问题的根源 深信活出耶稣的样式 必定得福 当我们柔和谦卑一定得福 有喜乐平安一定得福 我们跟从神的路一定得福 这一点是很重要 圣经有很多应许的 总之我们一听神说 圣经就说 神就喜悦 神就赏赐 是多处的经文 我们爱神 神就为我们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 很多好的东西都会给我们 圣经里面是应承 你跟从神 真心跟从神 神一定祝福 所以我们就说 我活出耶稣的样式 祂一定会欢喜 祂一定会祝福 我们做的时候不是说 我只想得到赏赐 所以我做 而是说 我喜欢跟从神的路 我祷神喜悦 神是欢喜的 然后多亲近神 选择靠主建立主的样式 就是多些去亲近神 有平安喜乐 亲近神 赞美神之后 会比较难骂人 就是那时候的心很平安 很开心 就会难些骂人 当他觉得想骂人 立即祈祷 然后立即问神 神我可以怎样做 也都求神赐给我们聪明智慧 有柔和的心 怎样去引导对方 而不是去发脾气 这个都是需要时间 在网上你找人的问题 叶牧师 你会看到我怎样处理人的问题 有各方面的处理情绪 辅导人 都是讲到如何处理 这个实际上是需要长一点时间去解释的 但这里我讲到 就是我了解我自己在哪里没有听神的话 而深信听神话 活出耶稣的样式是最好的 然后我选择 我选择柔和谦卑 我选择不要压制人 我选择欣赏人 我选择辅助人 这个就是一个方法 好了 我们讲到耶稣的那个样式 第一样东西想说 耶稣虽然有神的样式 祂有神的神性 与父同等 我们一会看经文 但是祂没有强奪这件事 祂没有 即是祂没有捉择 我是与神同等 祂是完全的神 祂不是一个次等的神 祂顺服天父 不是因为祂比天父的神性低了一些 祂是同样的神性 同样的神能 但是在神的里面 依然是有这个次序的 圣父、圣子、圣灵的次序 祂一样是顺服圣父的 我们看一看这个经文 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一起读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祂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奪的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样式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全心信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里讲到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学祂的心 祂本有神的形象 但是祂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奪 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用了RSV英文圣经那里翻译 我们可以一起读的 Who, though he was in the form of God did not count equality with God a thing to be grasped 这里讲到什么呢 祂虽然是在神的样式 但是祂没有自己看与神同等 是一件事祂要捉实 祂没有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奪 祂没有捉实这件事 祂愿意放下这件事 祂与神同等 但是祂放下这件事 这个就是这个经文的意思 祂本是与神同等的神性 同等的能力 同等的权柄 但是祂没有捉实这件事 祂放下 祂放下 以至祂反而谦卑自己 取了奴博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有人的样子 自己卑微 全心信服 以至于死且死 就十字架上 就是说到耶稣如何完全的 谦卑自己 成为奴博的样式 并且谦卑到为我们死的程度 就是祂本是与神同等 这件事是很特别的 耶稣其实祂有完全的神性 但是祂完全的顺服天父 我们在两次经文看到祂 耶稣说到祂做什么 是要看到天父做什么才做的 祂说什么是听到天父说什么才说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 约翰5章19节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 只错能做 父所做的事 只也照样做 父爱子 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 只给他看 还要将比者更大的事 只给他看 叫你们欺其 父怎样叫死人起来 使他们活着 只也照样 除自己的意思 使人活着 这里讲到 子不能够凭自己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 祂才能够做 就是祂谦卑 祂放下祂的自我 祂完全是看到父做什么 祂才去做 祂其实可以凭自己做的 但是祂是会看到天父做 然后祂才去做的 父爱子将他自己所做一切事 指给祂看 告诉祂我做什么 并且要将更大的事 祂看 叫你们欺其 看到神的工作 父怎样叫死人起来 使他们活着 子也都自己除自己的意思 使人活着 当耶稣看到天父怎么做 祂也都能够除祂自己的意思 使人活着 这就给我们看得到 耶稣是完全不需要这样 降伏的 但是祂降伏在神面前 这里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在神面前 我们说神啊 你想我怎么做 我就照样去做 圣经里面说什么样式 我就跟着祂的方式 我的心态都是跟着耶稣的方式 心态很重要 什么意思呢 有时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华士 所以我们会厉害 很紧张 很激气 因为我们心态是觉得自己很厉害 很厉害 我是华士 我要负责一切 所以我们就会紧张 会猛烈 但是当我们知道 我们只是神所用的一个器皿 我照神所做的 神就欢喜 神使用我 其实神都可以使用其他人 但是神简算使用我是礼物 所以我就谦卑去服事人 祝福人 这样的时候 我就不是好像夸耀自己 也都不觉得我是 我是一切的事的负责人 有时我们会觉得 我负责是我的 我想说清楚这点 我们所做的事是我的责任 但是最终的责任 就是神的身上 是神的工作 我是顺服神 所以做 但是我不用背着 每一样东西 譬如说教会有些东西 我很想他是更加好 更加好 不过他现在未去到那个程度 有时我们会很猛烈 就背着 这个是我的责任 我们当然应该尽力去帮助 但是当未去到的时候 我们如果不是 就是说相信是神的工作的时候 神的责任 我们就没有那么猛烈 当我们觉得是自己的 全是自己的责任 我们就会很重淡 而且很猛烈 接着耶稣也说到 他说 我们读一下 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 告诉了你们 就是他在神里听到的真理 他就告诉那些人 然后最后约翰15章15节 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 都已经告诉了你们了 就是 耶稣重复说 他做的事是看天父做 他说的事是听天父说的 然后耶稣在各方面美好的圣情 我们去思想 更多去思想 耶稣在各方面的圣情 马帝9章36节 一起读 他看见许多些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一直抹着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事发生 其实我想近期很多事 都是令到人很怜的 看新闻很怜 看到战争很怜 看到不同的事很怜 如果我们的心里面 是存在一种批判的心 或者看到他不好 他的确有很多不好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所以当然有很多事不好 但是我们经常看那些不好的事 我们就会很怜 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耶稣不是用这个方法 我们对比人和神 人就是怜 人就会打人 会用强暴的方法 但是神用什么方法 怜悯 我可以做什么 我怎么可以影响 有些人说 我影响不了 怎么影响 很难 我们就由周围的人去影响 哪一个影响到 我们就影响他 就是一个怜悯的心 看到人就怜悯了 包括外面的人 教会以外的人 也包括教会以内的人 当你回来教会 你会不会说 这个人好像新来的 不知道他和耶稣关系怎样 或者有个人 他虽然来到教堂 但是我看到他有时候 有些重担 有些烦恼 我怎样可以 去认识他 关心他 总是有一个怜悯的心 去和弟兄姐妹建立关系 认识他 关心他 问神 有些什么方法 可以祝福他 我也鼓励大家 你可以试做一件事 就是上网 自己开一个YouTube 和Facebook的户口 用来传福音 不要用来做八卦 有些人在网上 就很多八卦的东西 说的 很多这样那样 我们就 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神做了什么美好的事 我们就分享 我们就作见证 那你就可以 我自己就留我的电话 如果 你们的 Bang全道愿意的 你就可以留他的电话 如果有人找他 可以找他 我就叫我们那些 侍奉的人 我说 如果你不愿意 放这个电话 你放我的电话 我会回应他的 是很多人找我的 当他看到我的影片 很多人问我 这个是一个 网上的传福音的媒介 还有祝福人 是怜悯人 所以希望大家的心 总是怜悯 神就欢喜了 神就说 你常常怜悯人 我欢喜你 第二个经文 《以赛书4》2章3节 压伤的奴魏 他不截断 将残的灯火 他不吹灭 他凭真实 将功礼传开 这里讲到 就是压伤了奴魏 奴魏压伤了 根本是没用的 就是奴魏已经没用了 左手边的图 奴魏已经没什么用了 还压伤了 真的没什么用了 意思就是指到一些人 是非常之软弱 很多问题 很多烦恼 在这个情况 耶稣看到 都不会将他截断的 将残的灯火 就好像一个人就来死了 病了 软弱了 他都不会将他吹息的 就是我们见到人的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说 如果我是你 我就不会像你这样 这句话有些人会这样说 如果我是你 我不会那么烦 我不会那么成 投诉 卖冤 我不会像你这样 我会倚靠神 如果我们这样说的时候 他就觉得 我做不到 你做到 但是当我们知道他的困难 我们就说 我知道你辛苦 我知道你有困难 我们就感受他的痛苦 感受他的痛苦 但是 在希伯来书也有讲到 耶稣你是看出我们的 他是能够看出所有的人 他是一个明白我们的大祭司 我们都是说 神啊你帮助我 看出人 知道他软弱的时候 我们想他提升 不过你一下子 他不能去到位的 你只是告诉他 你一赞美神 神就欢喜的 就不是说 你要做多少多少多少 神才欢喜 而是说 你一赞美神 神就欢喜 你一亲人神 神就喜欢的了 那么他就觉得不难了 就是去到他的程度 去帮助他 去关心他 去辅助他 好了 然后呢 这个十二年血流的妇人 他就因为他十二年血流 那些钱都用光了 他又不敢公开地去找耶稣 因为他是不应该接触人的 他就秘密在耶稣背后摸耶稣 一摸他的时候呢 立即有能力在耶稣身上出去 其实圣经又记载不同的地方 众人都想要摸他 因为有能力在他身上出来 医好他们 在路加福音第六章 然后路加福音第八章 就讲到这个妇人 另外第六章也都讲到 众人都想要摸他 因为有能力在他身上出来 医好他们 那么他又秘密摸耶稣 但是今次摸完呢 耶稣立即问他 谁摸我 那些门徒还说 跟耶稣说 个个都逼你 你怎么问谁摸你 耶稣说 总有人摸我 因为有能力在我身上出去 由这个女人就承认了 他承认的时候可能很害怕 但是耶稣是怎么样 他说 女儿放心 你的信救了你 很特别的 那个女人其实是犯了律法的 但是耶稣就不是去指责他 就不是说 你不应该摸我 你应该出声 你应该找我 不是这样的秘密做 他没有这样 反而他第一个 就称他做女儿 放心 就是说 我关心你的 你不用担心的 你不用背着个担子的 我会帮你的 我会接纳你的 你的信救了你 就是说你不是要做完所有的事 你一信靠我 我就会祝福你 我们能不能够这样 跟别人聊天 就是真的看别人是我们的弟兄姊妹 是重要的 是宝贵的 有时我辅导一些夫妇 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回家就怎样聆听对方 关心对方 对方有些什么 就是有些 说了什么说话回应他 这件事不容易的 我网上有婚姻辅导的示范和教导 就是如何引导他 如何去做法 好了 我就叫他做 但是很多时候就会怎么样呢 当我这样说完之后 就会其中一个就会说 他哪会做啊 他直接加这句 这句说话就是说 他不做到的 他不可以的 这个已经是个心态 我想问大家 你会不会觉得 我丈夫我太太 都是做不到的 他做不到的 但是耶稣呢 他称他为女儿 就是接立他 接立他 接立他的状况 我们能不能接立我们周围的人 其实人人都不是完美 我们自己都不是完美的 我们接立人 然后我们才能够改变人的 所以我们学习 就是接立人 好像接立他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是家人一样的去接立他 看重他 关心他 令他觉得舒服 你放心吧 不要紧要的 我很喜欢我太太有一句说话 有时候我出去吃饭 很少一些汁 他说他三个字 我很喜欢听的 是什么呢 不要紧要 因为有些人就会说 你这么大个人 都这么论均的 你这么不小心的 下次小心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说话 或者做错事 就是说 罢了你的 叫你不好的 还是这么论均 但是我们这些说话 其实是在人的心中 就是一种 压迫的感觉 一种伤害来的 是他做错的 不过呢 我们能不能接立他呢 就说不要紧要 大家试试说这句 一起说 同学 你也说不要紧要 我们试试 不要紧要的 当然我们的事情要处理的 不要紧要的意思 不是说你一直继续 倒写一些执 不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你这次犯错了 不要紧要的 总有得翻转的 还有主要对这个内疚的撒该 说一些接立的说话 我们一起读一下 路加十九章五节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汗 对他说 杀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这个杀该 直接觉得 哇 耶稣这么特别 我只是想看一看他而已 希望经过那时 我看一看他 我都会开心 就是他的心里面 他觉得自己不配 他只是希望 看一看耶稣 心里面得到安慰 但耶稣就会 珍惜他这个心 耶稣就跟他说 杀该快下来 今天我要去你家里面 就是看到耶稣那种 对他的接立 还有不计较他 做过的错事 我们接立人就说 我知道他有错 不过 在神里面 总有盼望 总有能力可以改变的 我们一步步引导他 他会改变 当他觉得被接立 他会改变 很多人 戒毒 戒倒 或者任何的问题 为什么很难呢 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重要 他很闷 所以他 有时间就可以倒 去吸毒 或者不开心去吸毒 或者看色情的片 因为他的心孤单 我们能够让人觉得 我们是接立他 我们看重他的时候 他会更有动力 当他有困难 他会找你 这个是好现象来的 就是说 他知道你关心他了 对罪人 讲鼓励的说话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 被人捉了 因为他犯奸淫的时候被捉 然后耶稣就 跟那些人说 你谁没有罪 谁先扔他 用石头扔他 那些人就一个个都不敢扔 就走了 然后耶稣就跟他说 苦人 哪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 主有没有 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就告诉他 我不定你的罪 你不要再犯罪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耶稣就是 他没有一个心 去看着人的罪 去定人的罪 虽然他知道人的罪 他知道人需要悔改 但是他不是去定人的罪 他不是好像 令到你觉得 没有希望 他是让我们知道罪是不好的 是有破坏性的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一会儿我们看过经文 耶稣告诉我们 犯罪是遭遇的更加厉害 不过当人犯了罪的时候 他心是不舒服的 那么我们呢 让他知道 我们接纳他 耶稣接纳你 当我们犯了罪之后 神很愿意赦免你 当我们悔改 神很欢喜的 整个天上都为你欢喜的 那么我们悔改呢 就是你 改变的开始了 你就以后呢 可以给神大大的祝福了 那么我们行神的路一定蒙福 犯罪一定有破坏性 那么你想不想 能够行神的路 神欢喜啊 有些人说很难帮一个人呢 譬如有个人 常常都喜欢犯罪 很难帮他离开罪啊 那么我们怎么样方法呢 我们用这才讲的方法 那么我们呢 用这方法跟他讲 让他觉得我们接纳他 知道他的问题 那么我们问他了 我看到你 其实呢 都很大挣扎 我们就用的话 都留意去想 就是不要说 我都看到你整天都犯了很多罪啊 你一天都是 看完色情片 整天都骂人 那么你怎么办啊 那么这个都是问啊 不过呢 人家听得很不舒服 那么我们就说呢 我知道你很大挣扎 你都想改善 不过肯是很难 那么你 心里面觉得怎么样呢 有没有觉得 重担 有没有辛苦啊 那么 他说我觉得有啊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 你觉得有重担是好事 因为你知道犯罪不好嘛 对不对 那么你想不想得性啊 想不想开心 真的无罪一身轻的 你想不想啊 那么我想 第一样东西呢 耶稣已经负了罪的代价 你一悔改 你真心信靠耶稣 赦免你的罪 他真的很欢迎 天堂都为你开心的 立刻神很开心 所以我们每一次真心悔改 我们说耶稣很开心 然后呢 我们又知道啊 圣经耶稣有说过 就是说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犯罪呢 对你有什么破坏呢 你想不想到呢 那么可以问一下他了 他想不到 我们可以告诉他了 你犯罪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啊 是不是影响你的内心啊 有没有令到你觉得 很难找神啊 是不是影响和神的关系呢 有没有破坏和人的关系 你骂了人 是不是觉得很难和人相处啊 还有呢 没有自信啊 是不是整个人觉得自己邪 都做得不好啊 那你想不想得到神欢喜 还有呢 和人的关系又好 让我生命改变啊 我想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做啊 我没有能力啊 那我就会给他四个动力 我希望大家记住 四个动力 所有跟从神 遵从神 爱神 侍奉神的动力 四样 很简单 很容易记得的 第一 神很爱我们 还有有大能 很爱我们的 还有他有一切能力帮我们一切 第二 神是很体重我们 每一个他都很体重 第三 凡是信靠亲近 遵从神的人 事奉神的 一定蒙福 神一定欢喜和祝福 这个祝福不是仅是将来的赏赐 是今生的祝福 神会叫我们成价地的高处 我们以耶和华为乐 神就叫我们成价地的高处 当我们爱神爱人的时候 神就与我们同在和祝福我们 神就叫我们整个生命发挥出来 神要大大的使用我们 所以我们听神说一定蒙福 第四 不听说犯罪一定有破坏性 而且是破坏到片甲不留 所有的全部可以拆位 人际关系破坏 家庭破坏 内心世界破坏 同神关系破坏 有些最严重的 去到失去救恩 最彻底的破坏 这四点呢 怎么记呢 神真的是很好 很爱我们的 我们听说他一有大能祝福 凡事祝福 而他体重每一个 个个都宝贵 一听说 这个人就全生命提升了 不听说一定有破坏性 我想问大家 你想你的生命破坏 还是想你的生命蒙福 当然蒙福 问题就是很难 其实方法很简单 第一 深信神很欢喜 我一听神说神就欢喜了 还有问一下自己 为什么我这么容易生气人 为什么我这么容易烦恼 为什么我这么容易犯罪 为什么我这么多问题 这些问题通常都来自我们内心的空虚 内心的孤单 内心的不开心 或者我们得不到神的欢喜 所以得不到神的喜乐 于是我心里面很多压力 但是如果我们说 我今天听神说神就欢喜 神就祝福了 我就可以改善 我少少改善 一杯凉水神都想吃 我们就告诉自己 我今天有这么多改善 神就喜欢 那我继续改善 神就继续欢喜 还有呢 是可以彻底对付罪的 就是怎么样 一有罪的意念 立刻说 这个罪有破坏性 我立刻不要去犯这个罪 比如这样 和弟兄说 如果你见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很性感的 你的眼睛就很想看她 但是你知道 你看看 你可以有不好的意念 那你就说 如果我想了 有不好的意念 反而破坏我的生命 如果我保持自己的圣结 神喜悦 我的婚姻蒙福 或者我是单身的 我的单身蒙福 我总之跟人的关系蒙福 跟神的关系蒙福 所以我就选择 不去望她 不去想她 但是如果我要面对这个人 我就用一个平常心 祝福的心态去面对她 这样的时候呢 即时处理 但是有些人就不是的 哇 见到美女几天望啊 一定要望啊 总是去想一些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就说 神要帮我们 选择 听神话 神一定欢喜的 而深信 神很喜欢的 神一定帮我的 另外 譬如有些人很烦恼 那我们怎么想呢 神其实帮着我们的 神很欢喜的 那我烦恼其实没有意思的 因为神根本很想帮我们 所以我依靠她 她一定会帮我解决问题的 我就全心信靠她 跟从她 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解决 有些人说 不是啦 我的问题很大的 问题未解决的时候 都说不要紧要 因为神很挂念我们的 他一定会帮我们得胜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心 就不会受这些影响了 这个是很紧要的 几大困难都好 不死得的 如果死了就上天堂了 不死得的 不要紧要的 神总会帮我的 这样的心就会平安了 所以我们见到人有罪 我们就用一个柔和的心帮他 神就欢喜了 好像彼得要否认耶稣 但耶稣知道他要否认他 并没有向他大发脾气 耶稣是接纳他 我们一起读一下 路加福音22章31节 主有说 西门西门 撒但想要得着你们 好西门像西物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彼得说 主啊 我就是同你下牢 同你受死 也时甘心 耶稣说 彼得 我告诉你 今日鸡患没有叫 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 耶稣知道彼得要否认他 但耶稣就说 他提醒他 撒但要西你 好像西脈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耶稣知道他要否认他 耶稣不是第一次骂他 他说 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就是他明知他会做错事 但他依然是用一个很接立 很柔和的方法 首先为他祈祷 为他祈祷 去祝福他 并且给他盼望 你将来回头之后 我要使用你 你就去坚固你的弟兄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对于人犯罪 他是明白 他知道的 他不是叫人继续犯罪 他是知道人需要帮助 所以耶稣是会继续去接立他 给他力量 让他能够向前去的 耶稣也同时说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我希望大家记得这个金句 就是当你想犯罪的时候 记得他一定会破坏你 有些人说 很难的 很难不发脾气 很难不想起一些不好的东西 当我们深信的东西 是很大破坏性 我们就有能力对付 如果你觉得不重要 我们就没有能力去对付 其实很多人为什么继续犯罪 因为他不觉得重要 所以就容许他自己 继续被罪去影响 但我们说 神帮助我 我得胜 神就欢喜了 我们就有力量去对付任何的罪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我们学耶稣最重要的学什么呢 耶稣对人温和 但他最重要就是 他那种完全的舍己 这个是耶稣最重要的 就是他反倒虚己 他不强奪他与神同等 他虚己取了牢牧的形象 就是我们愿意虚心地 好像一个牢牧去服侍人 耶稣卑微以全心信服 以至于死者死在十字架上 神不是叫我们个个都去为他殉道的 不过如果神叫你为他殉道呢 我们调教心态 我说神啊 你叫我为你殉道 这个是礼物来的 我愿意这么做 神一定纪念 神一定祝福 有永恒的赏赐 我甘愿这么做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心理准备 因为如果真的是大灾难 真的会可以发生的这件事 但是很多时候不是要殉道的 而是付出时间 金钱 为主牺牲 放下我们自己想做的事 而做耶稣所吩咐的事 那你就能够被神更大使用 那我讲讲我那个Zoom的查经 为什么会有这个意念呢 我讲讲这个故事是怎样的 有一个人很想学圣经 学多些 那我就在洗碗的时候和他聊天 因为我很多时候打电话和他聊天 是在洗碗的时候的 我告诉他 因为我洗完碗我就有很多东西做了 那我就是在洗碗的时候和他聊天 那后来我就发觉 其实我帮他的东西真是很能够帮其他人的 于是我就跟他说 我说不如最初就开一个WhatsApp Group 后来就开Zoom 同时帮这么多人 但是其实这个时间是我洗碗的时间 我是善用我洗碗的时间 我将这个时间都献给神 那我说明给那些人听 那些人就知道了 所以听到那些碗碟声 那些水声的 那这个都是 就是他们知道我就是善用我的时间 珍惜我的时间 是我们的生命很宝贵 但是我们将生命给耶稣呢 我们就得着更多了 我希望大家都善用你的生命 好了 另外我们学耶稣什么呢 权柄 耶稣是很有权柄 耶稣很温柔 但是他同时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 耶稣说什么呢 我所做的事信我一人 也要做病 也要做彼者更大的事 大家留意 耶稣没有说到 你要做彼者比我更好的事 我没有人做得比耶稣更好的 不过可以更大 譬如有很多报道家 他们有一万人参加 耶稣从来没有一次 不是不是不是 是一百万 说错了一百万人 报永康有些聚会是超过一百万人的 耶稣从来没有一个聚会一百万人的 当时根本没有音响器材 所以根本不会有那么大批人的 就是说我们今天可以做更大的事 其实我们上网 一个普通的人 如果你有只狗仔 很有趣的 你天天去说一下这个狗仔 比如你有一只狗仔 小小小的生出来 你又说狗仔第一日 狗仔第二日 有人会跟你的 有些人会跟你的 狗仔学什么 学什么新东西 真的有些人会看的 然后你就加句 耶稣很爱狗仔 耶稣都爱你的 耶稣都很想将祝福 带给你的 耶稣做很可爱的狗仔 有很多人真的很无聊的 好有空 什么都看的 尤其是动物 或者有些有趣的东西 很喜欢看的 有些人种花都是的 第一日第二日 他又会看的 或者他穿衣服 那些衣服 做什么衣服 这些全部都可以 作为传呼心的方法 有时你真的不知道 你可以有很多人看你 在网上传的讯息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用的方法 去荣耀神 去祝福人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事 神给我们的权命 可以做比起更大的事 神使用我们 其实我们任何一个人 你愿意将你的内心世界 你面对的困难 譬如你说 哎呀我有时都很容易 跟人吵架的 那我们现在呢 逐步逐步呢 我们怎么骂人 怎么发脾气 我现在逐步改善 有些人都会看的 就是你真实的生命的改善 有些人就会好奇的 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 放上网 或者你健康问题 啊我这里怎么痛啊 怎么痛啊 祈祷啊 你那个祈祷啊 放上网也可以的哦 你不会问你们的传途 或者你们的弟兄姊妹呢 他们会教你的 很简单的而已 所有人都做到 手机就做到的了 这个就是说 耶稣给我们的权命 可以做更大的事 而且当然很重要就是面对面的人了 你的邻居 你周围的人 跟他聊聊天 关心他先 不要第一样就说耶稣 跟他聊聊天 关心他 聆听一下他 看到他在做的事 譬如他在耕田 那你说 你耕田的东西很漂亮哦 很好吃哦 你总之很多东西欣赏他 他小朋友 你的小朋友怎么样啊 乖不乖啊 跟他聊聊小朋友的聊天啊 他有什么东西 你跟他聊那样东西呢 你就可以跟别人建立关系 就可以影响他了 那么比特 他见到耶稣 哇 叫他撒罢在右边 捉了很多鱼 他就说 主呀离开我 因为我一个罪人 但是耶稣呢 不是这么说 耶稣啊 从今以后啊 不用怕 你要得人了 因为你要得人 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听神话 我们总可以带人信耶稣 将一杯凉水给人 都可以得上次 你带一个人信耶稣 神更加欢喜啊 所以我求主帮助大家 有信心 我带到人信耶稣 神很欢喜的 那么我们就用一个 柔和关心他的心 神就会使用你了 然后呢 你有信心 像一粒戒菜种 都可以移山哦 那么 这个移山 当然不是只要 你看到太平山移去哪里了 而是呢 多大的困难都好 你信靠耶稣 真是神会做很伟大的事 在我 在我侍奉 和我人生 我经历过很多困难 我有一次呢 我说一个例子 有个人呢 叫我帮手 去一个政府部门 在外国的 他说呢 我有件事 做错了 我需要处理一下 那么 我跟他去之前 我说 我们一起祈祷 求神带领 那么我们去的时间 已经很紧的了 如果神帮你呢 我先问他 你帮不帮自己 我帮不了 我说 如果神帮你 你要记得 你就要多谢神 好了 那么我们祈祷了 祈完去到 进去那部门 那些人说 他走了 走了 就是没得做了 然后呢 我说耶稣 你一定有方法的 接着呢 门开 他就走出来 接着 叫我去帮 那个人 立刻说 是他了 是他了 那我立刻跟他说 接着呢 他就处理了 即时处理了 那我就跟他说 你说 那时候你说 这么困难 但是我一下子 跟你做好 这个是神的工作 你就多谢耶稣 信靠耶稣 就是总是什么事都好 我们深信在神 凡事都能 我们总是相信 总有方法 有人请我们帮的时候 我们就说 我们一起祈祷 如果神帮助你 你就不要说是偶然 如果是神帮助你 你就信靠耶稣 好了 还有神给我们拳命 做得性的基督徒 还有教会得性的 一起读一下 那得性 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赐给他拳命制服列国 意思不是我们打赢国家 而是我们将福音带到不同国家 其实我现在都在列国有宣教 和网上的训练的 大家都可以支持这些 让你能够在列国里面有些影响力 耶稣说你传福音 还有使万民作我门徒 凡我所吩咐都教训他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神就会和我们一起 直到世界末了 这个就是很大的权柄 所以我们学耶稣 学耶稣什么呢 学耶稣的柔和谦卑怜 学耶稣的谦虚 放低自己 以至于死 将生命献上给神 你都学耶稣有权柄 有信心 有能力 我想问一下大家 在你的生命中 你有多少神的柔和谦卑 温柔 怜悯的心 在你的生命中 有多少 真是放低自己 给神使用 在你生命中 有多少使用神的 给你的权柄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耶稣已经给了这个权柄 我们今天踏出去使用 我们一起去呼求耶稣 一起呼求耶稣 耶稣说我需要你 求主耶稣 使用我 我愿意放低我自己 你愿意放低自己 神就会用你 神不是要使用超人 你不是要做超人才行 只要你愿意 神可以使用你 就算婆婆 老婆婆都可以 多年轻的小朋友都可以 无论什么性别 什么学历 神都可以使用你 我们一起起床 向神去祷告 主耶稣求你 联敏恩代 神已经赐给我们权命 多谢天父 神你大大使用我们 你都给我们学你的样式 你是真是很柔和 谦卑 你接立人 无条件接立犯罪的人 无条件接立软弱的人 求主施恩 首先我们求主赦免我们 我们对家人有发猛症的 对人很多要求 很容易发脾气的 求主赦免我们 学耶稣的样式 柔和谦卑 学耶稣的样式 接立人的软弱 接立人有罪 主耶稣多谢你 主耶稣多谢你 求你改变我们 哈利路亚 耶稣我需要你 你可以一起唱 耶稣我需要你 耶稣求你改我 恨求圣灵充满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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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教祢改变我们 求祢和我们一起 求祢更新我们 改变我们 使用我们 我献上所有 我献上所有 前提及亲爱 宝贵耶稣 我献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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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如亲爱 宝贵耶稣 我献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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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献上所有 神很欢喜的 你愿意献上你的生命 你愿意学耶稣的样式 柔和谦卑 并且愿意虚己 将自己的生命献上 给神用 捉住耶稣赐给我们的权柄 祝福别人 我献上所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